反手短下旋怎么接 在接反手位短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摆短或者批长的技术 如果我们想要摆短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引拍的幅度要小一点 因为摆短更多的是跟球合力 我们引拍幅度太大 这个球很容易搓出台 所以你在引拍幅度小的时候 你又要保证你的手臂跟球的关系贴得很近 所以我们在首先第一步上步的时候 中心就要贴近这个球 其次是你引拍的幅度要很小 在机球的瞬间主要是以摩擦球 以抓板为发力方式去摩擦这个球 把球控制到短球的这个位置上 机球时间尽量的搓这个球的上升期 尽量的去搓上升期 这样更好的跟球合力 但如果我们去选择一个批长的这个技术去接的话 首先我们在上步以后 你这个引拍的幅度要稍微大一点 有充分的距离对这个球加速 这个球批的才会比较长 对对方来说威胁才比较大 其次是我们在批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板形太平 板形太平容易对着这个球的底部发力过多 然后造成这个球搓过去以后呢 向前的这个力量不够 球可能搓的半出台啊 或者是没有那么长 所以我们在批长的时候 尽量的稍微板形也可以立一点 主要是靠摩擦球的这个中下部去发力 然后在接触球的这个瞬间呢 也要有一个抓板的动作 批长的这个抓板呢 可以比白短的抓板的时间要更长一点 就是你抓的抓板这一下 要可以更充分一点 这就是我们在处理反手为短球的批长和白短技术要点